24日有投资人指控 吴宗献经营的荣毅文创公司 于去年5月 向他承租了北市基隆路二端的办公室地址 签约一年 先付他一年租金共三万台币 但荣毅文创员工隔月告知 要改为天津县承租 承租户改为天津县公司 同年底投资人接获告知 承租地址有异状 经查发现一无两租 投资人还表示 吴宗献付完第一年租金后 就再也没有付国钱 总共欠了他两年租金 加违约金共16万台币 约合人民币3.5万元 因去找该公司员工理论未果 而提出指控 当天吴宗献接受采访 否认遣租金一事 并表示办公室地址早就签出了 让法律处理 声明之类能说什么